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刀姐电影 今天为大家讲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刘盈归来的纺织工程设计师佟震宝 与朋友妻王娇蕊和妻子孟燕黎的两段情感故事 刘洋回来的震宝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个高职 为了交通方便,他借宿在老同学王世红的家里 震宝留学期间,有一个叫玫瑰的初恋情人 他因为拒绝了玫瑰的求婚,而获得了柳夏慧的好名声 被外人视为正人君子 世红有一位风情万种的太太娇蕊 在伦敦读书时,释出了名的娇妓花 娇蕊身姿曼妙,美艳多情 郑宝也不禁想入非非 他很快告诫自己,朋友妻,不可欺 不久,世红去新加坡做生意 郑宝下班回来,听见娇蕊用调笑的口吻给一位孙先生打电话 请他到家里喝茶 他挂了电话,又邀郑宝做陪 郑宝知道这个孙先生是自己住的这间屋子的前一位房客 因为和娇蕊关系暧昧被世红赶了出去 但二人仍然藕断思连 奇怪的是孙先生赶来后 娇蕊让庸人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发了 只顾着和郑宝投机地聊起来 他说父母为了让他嫁个好人家送他出国 自己却是个爱玩的人 后来名声渐渐不好了 就找了王世红结婚 虽然嫁人了,但还是玩性不改 郑宝看着眼前这个直率又美丽的女子 仿佛被勾去了魂,他失眠了 满脑子都是这个女人 郑宝懊恼这样的自己 他开始刻意和娇蕊保持距离 一天郑宝回去取雨衣 看到娇蕊坐在自己屋中的沙发上 迷恋地回味着自己特有的烟味 他完全被这个女人征服了 晚上娇蕊正惊威座地弹着琴 他终于抛开了理智投进了娇蕊的温柔乡 从那以后,郑宝每天下班便与娇蕊在一起 虽然快乐,却是无耻的快乐 娇蕊生平第一次这么痴情地爱一个男人 这天娇蕊对郑宝说自己已经给丈夫写了信 将二人的关系和谈拖出 希望丈夫能够成全自己 可郑宝却退缩了 他和世红毕竟是朋友 他受不了外界的责难 他可以和他像情人般相处着 但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却不能 郑宝开始害怕和自责 甚至大病一场 但娇蕊还是悉心地照顾他 他哭着对郑宝说 希望能留在他身边 但郑宝只是一味地拒绝着 最终娇蕊收起来眼泪 走出了他的生活 在母亲的张罗下 郑宝见到了门当户对的燕梨小姐 燕梨身材细高 温柔秀丽 文静少化 在两人相处中 燕梨总是低眉顺手 很快他们结婚了 新娘给人的感觉只是笼统的白镜 他无法唤起郑宝的欲望 燕梨不爱社交 也没有朋友 郑宝的朋友偶尔来访 郑宝不在 燕梨小心招待 把人家当知己 夸郑宝 骂别人忘恩负义 弄得那些朋友 全都不喜欢郑宝 这个美丽显静的太太 后来燕梨添了女儿 不过嫌他没能给自己生个孙子 更是和他矛盾不断 时间越久 郑宝看着眼前的妻子 越是无趣 他甚至会在下人面前 呵斥燕梨 渐渐地 郑宝开始肃娼 每三周一次 他甚至吩咐燕梨 去给他的情人买豆酥糖 可燕梨从不疑心 后来弟弟独宝告诉自己 娇蕊嫁给了一个姓朱的男人 还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的他变得闲静了许多 却明显的老了 郑宝听后思索着什么 久久不能释怀 此后郑宝对家里的关心 越来越少 燕梨也感受到了丈夫的凉薄 他得了便秘症 每天在浴室里 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郑宝带他去看病买药 他都不热心 仿佛是情愿留着这点病 时间久了 郑宝也就不管了 可是有一天 外面下起了雨 郑宝回家拿雨衣 他竟发现了记忆里 那个没有任何光泽的白玫瑰燕梨 居然和一个瘦弱单薄的裁缝 关系暧昧 郑宝冷眼看着这对 没有经验的姓夫淫妇 实在不明白燕梨 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一个人 此后郑宝开始在外边 公开玩女人 一味地放浪行骸起来 燕梨无法忍受 向身边的人抱怨着 最终无事可做的燕梨 走出了家门 他开始学着社交 和太太们坐在一起聊天 燕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 有了社会地位 有了同情与友谊 有一天 郑宝在公共汽车上 巧遇了他生命中的红玫瑰焦蕊 此时的他已不再年轻 焦蕊端庄地坐着 两人略显生疏地打了招呼 焦蕊说道 从你那里我学到了爱 虽然吃了苦 但学会了总是好的 两人寒暄了几句 焦蕊下车了 郑宝看着焦蕊离去的身影 流下了眼泪 他怎么也没想到 再次相遇 哭的人竟然是自己 岁月无情 花开花落 在泪光中 郑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已是一种现实中的幻影 旧日的善良 一点一点地逼近郑宝 回到家 郑宝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好人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喜欢刀姐的解说 请来我们点赞 想看什么电影 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我们下期见